其實過去幾年,香港的整體居住的人口的增長 就是在新界的 新界東和新界西的人口增長非常之快速 我問了三年的數據 就是14至15、15至16、16至17 都見到雖然人口是這樣增長 但是精神科的醫生和護士都是沒有什麼變過的 而且我前一陣子也去精神科急症的醫院看過 我見到裡面是擠滿了人 前一陣子也出現了一些論上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政府在精神科這方面的投入 是不是忽略了? 還有在他們擠迫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可以加些資源? 現在夜間就只有一個護士和其他一個助手 看著五、六十個病人 其實這種安排是否合理呢? 的確就是包括醫生和護士 也不是限於精神科 其實我們整體的人手都是緊張 但是在人手整體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知道也都贊成醫院管理局要持續 將更多的資源放在精神科那裡 包括去聘請更多的精神科的醫護人員 還有個案經理的增加 我們藥物方面的改善 其實都在在需要投入多些資源 醫管局可不可以講一下現在精神科病院病床的數量等等的問題? 在住院精神科服務裡面 我們今年都特別是增加了九龍中、九龍東和新界東 三個聯網的精神科診院服務的支援 包括有護士和其他人士去支援 另外也都是 剛才也很遠講到關於輪候時間那些 其實過去兩、三年 都就著那個一般性精神科的援診服務 我們都相應在幾個聯網裡面加了人手下去 所以我們就陸續是會做的 當然現在做的那個醫社教 以及認知障礙那個醫社合一的方案 也是為了精神科裡面做出多一些的投放